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二章的15节到17节 题目是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传道书二章15节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 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我所以恨恶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智慧的王在分析了智慧人 狂妄人和愚昧人的人生遭遇之后 他赞许智慧确实有其好处 愚昧人如同行在黑暗中 对前往之处确实是一无所知 但是智慧却有如有光照耀 能够看清楚前路 这样看起来智慧确实胜过愚昧 这是很好的 但是智慧王却仍然抱怨一件事 就是有一件事 愚昧人会遇见 他也会遇见 这是我们在上一篇当中所讲的 他所说的到底是哪一件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我们看了王所写下的经文 原来那就是死亡 确实如此 人人都有死亡 自从亚当犯罪以来 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人人终有一死 因为没有人可以不犯罪 愚昧人犯罪 智慧人也一样犯罪 并没有分别 智慧王对于这一点 似乎是非常失望 在他一生的经验当中 通常智慧可以给他带来许多的好处 让他能够处处的胜过愚昧人和狂妄人 但是当他年纪渐渐老大 智慧的他也看出来 他的身体照样也是渐渐老迈 他知道他也终要面对死亡 并且因为他看穿人性 知道人 包括他自己的后代 在他死后 也必定会将他遗忘 或许有些人会在研读历史的时候 知道他曾经在历史上的地位 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王 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多么有智慧 甚至会羡慕他的智慧 确实如此 我们今天虽然知道所罗门王的存在 也从经文上知道 他曾经蒙神赐给他无人能及的智慧 以及财富尊荣 但是在他死后 有多少人会真正纪念他这个人 所以他会失望 并且怨叹 为何精彩的人生和愚昧的人生 在死亡面前都予予被碾压 消亡 并且被遗忘 真的没有分别 那既然如此 众人都是同样的结局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一生还要如此努力呢 我们小心谨慎的过一生 用智慧去免掉许多的麻烦 甚至到了最后 我们自己都忍不住要赞叹一生 真是精彩的一生 我们有建树 有痛苦 有快乐 我们似乎成就了些什么 但是却被死亡一抹而去 连渣都不剩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过一生呢 智者因此说他恨恶生命 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 但是智慧的王因为感叹人的一生 居然是无论如何都是白忙一场 那既然如此 人又何必来到世上转这一招呢 所以王说他恨恶生命 在其后有些地方 他甚至还说 有些生命还不如那些还没有出生 就流产掉的胚胎来了 生命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吗 就因为没有人纪念你一生 那生命就没有价值了吗 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人知道 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但是谁知道是谁发明的内燃机呢 又是谁发明的电动机呢 我相信就算有的人 能够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但是恐怕也没有人能够记得 他们一生是怎么过的吧 那么智慧人的生命 真的是跟愚昧人一样吗 或许还是如此 如果在千万年之后 人类真的灭绝了 那么确实这样的生命 就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对如今的我们来说 这些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虽然不是直接被我们所纪念 我们也还是间接地纪念他们 传道者的说法也没有错 在十二节他有问到说 在亡以后来的人 还能做什么呢 也不过是行早先 所行的就是了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的 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突破 那也就是一代复一代地重复下去 确实也是没有太大的意思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轻言放弃 因为意义或许就藏在细节和巧妙的地方 这是因为上帝还是眷顾我们的 阿们